欢迎来到月亮说 2024年绝对是甜宠剧的大爆发 像去年大概只有偷偷藏不住 很想很想你等 而今年各种集剧特色 充满新意的重磅猴剧席卷而来 小编为你精心整理出 34部即将开播的甜宠新剧 每一部都有它独到的看点和惊喜 让你在这个巨荒的季节中 找到心动的理由 一起来看看吧 有些绝对不能忽略了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一 张若南 白敬廷主演的男红 这部男红可是偷偷藏不住的姐妹片哦 只不过把视角从妹妹桑至 转变成了哥哥桑岩的爱情故事 而由于偷偷藏不住的故事情节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因此观众对男红的期待值 也是相当的高 感觉有概率成为又一个爆款甜宠哦 而唯一遗憾的是 白敬廷现实中名花有主了 但小编认为 尽管白敬廷已经有了颂意 但也不会影响 他与张若南潜在的强烈CP感 对于该剧的选角 还是挺完美的 这部男红 主要讲述了 在一个机缘巧合下 温乙凡跟曾经被他 拒绝过的高中同学桑岩 过上了合租的生活 两人本井水不犯河水 但因为温乙凡 从桑岩口中得知自己梦游 就使得两人开始有了焦急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二 刘亦菲 同大为主演的玫瑰故事 玫瑰 我觉得你就像斯卡里人演的那个姑娘 才我是因为你勇敢 这部剧的阵容 可谓是非常强大 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也有演技 霍建华时隔五年回归 刘亦菲也是首度挑战妈妈的角色 而且该剧最主要的看点是 除了男主同大为霍建华之外 还有男神彭冠英 林更新 以及林毅皆有和刘亦菲的感情戏 分别代表女主不同阶段的恋情和心境变化 这听上去是不是与长相思的感情戏很相似呢 期待刘亦菲跟他们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真是令人好奇啊 玫瑰故事主要讲述了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黄亦梅 一路在呵护中长大 从小便展露出艺术天赋 在艺术品策展领域打拼出一片天 而且在爱情和事业上 都活出了一个精彩的自己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三 谭剑刺 王楚然主演的爱情有烟火 这是谭剑刺激 很想很想你之后的又一部甜宠剧 该剧的看点主打一个浪漫与幽默 也是女汉子遇上并交少爷的设定 小编觉得她与王楚然也是挺有CP感的 爱情有烟火 改编自靖江文学城的小说 投行男女 主要讲述了有着完全不同人生观和爱情观的前妃和李亦妃 在命运的捉弄下 渐渐地有了交集 前妃为了还房贷 出租一个房间给了富二代李亦妃 从此开启了和李亦妃的合租生活 两人从原本的互不理解到最后的相知相惜 开启了一段浪漫又轻松的爱情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四 杨子 徐凯主演的陈欢记 过来帮忙 你是不是欺负陈欢吗 我是专门来看您的 我每天就是两点一线 一种好 这是杨子今年的第二步甜宠哦 等开播同样热度不会低 看点是新时代女性成长与家庭的关系 除了爱情之外 还有亲情与友情 主要讲述了杨子饰演的女主麦成欢 在经历身份不对等的爱情 母亲全方面的强势干预 身心俱疲 开始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却意外获得继组母的赏识 接下酒店经营的重任 并在人间烟火气十足的酒店经理人姚志明感染下 终于重拾生活信心 以平凡女孩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传达新时代女性态度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舞 李兰迪 谭剑刺主演的滤镜 这是谭剑刺今年的第二部甜宠哦 而这部要来得更加新颖和创新 主打一个科幻与爱情 滤镜主要讲述的是 一个超科技产品让女主苏诚诚 拥有了改变容貌的能力 然而与苏诚诚心意相通的唐琪 揭开了她变换身份的真相 两人要一起面对滤镜手镯 带来的严峻挑战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6 田锡威 新云来主演的半熟男女 该剧最大的看点就是 剧中的人设很反差 每个人都各怀心事有所图谋 该剧根据柳翠虎的长篇小说 这里没有善男戏女改编而来 原著故事人物鲜活又有趣 故事情节抓满又精彩 每个人都有欲望 真实世界就是没有善男信女的 主要讲述了田锡威饰演的女主 正站在事业与爱情的人生岔口 在面对爱情长跑多年的男友高鹏 与帅气优秀的潜力律师翟一鹏 在这两人之间徘徊犹豫 与此同时 她结识了掌握事业主导权的人间 清醒女战士韩苏 也见到闺蜜孙韩寒 为养成男友付出的惨重代价 让她痛定思痛 终于在被爱与爱人之间 找到新的平衡 即将开播的田宠剧7 张于熙 王子齐主演的猜猜我是谁 这个剧本就非常精彩了 是一部脑洞大开的悬疑爱情 清喜剧 除了爱情 更是加入了大量的悬疑与复仇元素 主要讲述了专门制豪门渣男的宋瑶 在成天集团太子爷继承川身上 居然失效 只因在她眼前的是骗子秦浩 两个戏精各怀心思 开展了一段势均力敌的爱情故事 即将开播的田宠剧8 主打一个无国界的男医生与美艳女明星的设定 走的浪漫治愈路线 虽被爱奇艺力捧 不过该剧因为题材较为生硬 话题度也令粉丝比较担忧 你的谎言也动听 主要讲述了一位女演员秦斐 爱上了医疗队队长行之旨 两人共谱 交织谎言的爱情故事 最初 他们是因深入西南灾区结识 秦斐虽被广传是为了作秀 却仍认真救灾 甚至危急时刻舍身救人 这都被男主看在眼底加深了认识 最后两人互生情愫 即将开播的田宠剧9 张新成 王玉文主演的舍不得猩猩 我把你藏在我的自理行间 揉碎在 我17岁的暗恋里 其所不业 是 我业 这部剧最大的亮点 就是其原作的设定非常精彩 主打一个青梅竹马的爱情之旅 期待张新成与王玉文的演绎 舍不得猩猩 改编字 我拿你当朋友你却 主要讲述了唐漾 和蒋诗眼两人是十年的老友 从学校进入社会后 分别在银行信审 新媒体传播的工作岗位上 尽心尽职 最终从友情升华成恋人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田宠剧时 于书欣 林一主演的 虚国王在冬眠 你好 我是你教练 你大哥 我们称呼 舅舅教练 日夫你别喜欢他了 喜欢上一个让你不开心的人 是不对的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部分观众早在看综艺节目 超有趣滑雪大会时 就开始科林一和于书欣的CP了 当时林一第一次见面 就叫人家女孩子咪咪 至此 她就变成了坚定的于书欣咪咪宿 而于书欣元气甜妹的外形 也标志着她的CP百搭体质 然而导演也看懂了屏幕前的观众想看到什么 于是有了这部《国王在冬眠》 该剧主要讲述了漫画家未知意外卷入丑闻 被没收笔名和版权 消沉的她偶然被滑雪无畏精神打动 在采风过程中 邂逅了曾是单版选手的教练善虫 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十一 徐凯 谭松韵主演的《你比星光美丽》 这部剧也终于等到了 谭松韵一直以娇小可爱的外形 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这次她将遇上一位腹黑的投资总裁徐凯 相信百搭体质的谭松韵 一定能和徐凯擦出火花来 《你比星光美丽》主要讲述了 一心想要创业的季星为了实现梦想 遇上了腹黑的投资总裁韩婷 然而两人从一师一友的商业伙伴 最终到相互吸引的灵魂伴侣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十二 梁杰 陈哲远主演的《白色橄榄树》 陈哲远凭借偷偷藏不住而走红 去年可谓是排第一的甜宠男主 而今年的表现会如何呢 她这次饰演了一位坚韧形象的大男人 粉丝们也是同样期待 希望能与梁杰擦出强烈的火花出来 《白色橄榄树》主要讲述了梁杰饰演的女记者宋染 在国外执行采访任务时突遇危险 被在东国做志愿者的华裔爆破工程师李赞所救 两人因为一颗炸弹而相识 然而因相同的理想和契合的灵魂 让两人擦出了爱的火花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十三 张静怡 周毅然主演的《幻语》 我就是要让海浪分了 去年凭借校园甜宠剧《当我飞奔向你》 而人气大涨的周毅然 今年能否乘胜追击再创一个甜宠爆款呢 这次的女主也换了个人气更高的张静怡 而该剧还带有复仇元素 感觉会比一般的甜宠更有深度一点 这部《幻语》主要讲述了张静怡饰演的16岁少女乔清宇 一家人因姐姐乔白宇的死因而饱受流言折磨 不得已搬家 而清宇在同学名胜的帮助下 一起寻找姐姐过世的真实原因 清宇在最无助的时候 名胜默默陪伴支持 最终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并和名胜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十四 李兰迪 林依主演的《谢谢你温暖我》 毕业了 有愿望吧 你许的什么呀 靠近点 告诉你 这是一部治愈系列的小甜剧 看点是有关于罕见的剑动症 过程会非常温情 只不过结局大概率会以悲剧收尾 《谢谢你温暖我的原名》 叫《如果还有时间》 主要讲述了林依饰演的青年林拓 她刚步入社会 却被确诊为剑动症 然而李兰迪饰演了她的女友安之雀 在其身边不离不弃 两人共同与病魔抗争 一起追寻生命意义的现实爱情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十五 林依 沈岳主演的失效 我对你们宣传的那句 人的灵魂就一样子 我觉得我身上也有这么一样子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和我都没有感觉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林依这是要成为 今年热度最高的甜宠男主吗 算上这部失效 今年就有五部之多了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互飘力之剧 题材也是非常新颖的 主打一个轻松幽默的喜剧风 主要讲述了 聚焦互飘一族的爱与情感生活 该剧中的男女主 一个是专业搞笑的落魄脱口秀女演员 一个是笑不出来 患有竖情障碍的男观众 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慢慢靠近 最终温暖彼此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十六 胡一天 梁杰主演的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胡一天的这部小甜剧 也是延期上到好几次了 不过今年上半年 是绝对会播出了 剧情应该会非常甜 大家就等着磕糖吧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主要讲述了杂志主编叶涵 在机缘巧合下 帮助了体育老师李萧萧 化解尴尬的危机 却难以迈出爱的脚步 在爱情与事业的追求中 不断寻求着平衡 最终收获了美好爱情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时期 钟翰良 秦岚主演的《义武之城》 在这十三年里面 应该是一般是爱 一般是恨 好像不行 又是一部破镜重圆 演艺久别重逢的爱情剧 不过该剧的男主 可是演过超经典甜宠剧的 何以生肖莫里的钟翰良哦 不知道如今他的实力 会不会媲美之前演艺的何以称 《义武之城》 主要讲述了钟翰良饰演的冯瑞 与秦岚饰演的谭思婷 两人因误会遗憾分手 多年后意外重逢 经历重重播折 最终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十八 黄景瑜 孙谦主演的冬志 不得不说 该剧官方释出的剧照 氛围感拉满呀 不愧是主打一场 跨越八年的爱情追寻 还加入了很多悬疑元素 为两人的爱情 更添一抹亮色 冬志主要讲述了 黄景瑜饰演的刑警江成毅 他和孙谦主演的 女麻醉师陆燕 分手八年后意外重逢 携手侦查一起连环杀人案 至此被掩藏八年的真相 一步一步就此揭开 并解开了两人当初的误会 最终破镜重圆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十九 冯绍峰 蔡文静主演的 我和婚姻的战斗 我爱从前的胡承 我爱他沉浸工作的样子 原来你别用我 你们日子照样过不下去啊 我要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这是一部 能让你重新审视婚姻 和自我的情感剧 主要将叙事视角 锁定在婚姻内部 通过拆解夫妻关系中的细节 来探讨当下中青年群体的 婚恋观与人生抉择 我和婚姻的战斗 主要讲述了 看似一场完美的婚姻 丈夫是企业家胡承 妻子是公益律师明月 但实则婚姻中 隐藏着很多潜在危机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二时 李线 周宇童主演的 春色寄情人 一个是去有风的地方里的男主李线 一个是《爱情而已》里的女主周宇童 两位当季热剧的男女主 结合起来会有怎样的效果呢 该剧整部剧的画风 会非常治愈温暖 以最简单 并极具烟火气息的生活 去对当下生活 以及人生进行思考 看点也可谓是非常充足 应该也是一部慢节奏的甜宠剧 《春色寄情人》 根据热门小说《情人》改编 主要讲述了男主陈麦东 在遭遇生活变故后 选择成为了一名遗体整容师 而女主庄杰 因车祸制残 为了追逐更好的自己 孤身在外打拼 成为了大城市之中的医疗销售 然而这两人在不断拉扯中 逐渐互相理解与尊重 以爱来治愈彼此的不完美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21 沈月 王静轩主演的《开画少年漫》 这部漫画小甜剧 也是延档好几次了 今年肯定是要播出的 这是一部关于漫画梦想的青春爱情剧 如果你喜欢漫画千万别错过了 《开画少女漫》 主要讲述了大二数学系低调的学霸 陆野奇 其真实身份是一位职业少女漫画家 然而他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追逐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漫画梦想 小编只想说赶紧开画吧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22 翟萧文 杨希子主演的《树下有片红房子》 这是一部关于咱们90后这一代的群像测写 就凭他这个群像海豹的青春气息 剧中说不定就能唤醒90后青葱岁月的记忆呢 而翟萧文与杨希子作为新生代演员 也还不能确定他们的表现是否稳定了 树下《有片红房子》主要讲述了 从2008至2018年 陈欢儿以及周围的同伴 从懵懂的少年成长为融入这个社会的成年人 这十年时光 他们经历过暗淡 也经历过光亮 最终成长为一个与年少时的期望完全不同 但也更好的自己 而他们最初相聚的地方 就是那片红房子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23 行昭林 行妃主演的《我的女孩》 经典韩剧《我的女孩》再次被翻拍 这个故事还是很不错的 但翻拍的剧小编确实不太看好 《我的女孩》主要讲述了 朱玉林以无牌导游为持生计 然而遇到了富二代薛公灿后 误打误撞成为了他们家的孙女 住在同屋檐下的伟兄妹 会擦出什么样的爱情火花呢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24 张嘉宁 魏哲明主演的《私藏浪漫》 该剧的看点 不仅有少时同窗 职场重逢的戏码 还有着先婚后爱 办公室密恋的看点 题材也算是挺新颖的 主要讲述了 华远大厦的大厅经理图小宁 正处于转正的关键期 而这时 却遇上了17楼工作的几玉恒 他们曾经是高中同学 又有着尽快结婚的共同需求 两条平行线就这样产生了焦点 久别重逢后 因错阳差拥有了人前共识 人后闪婚夫妻的双重关系 职场进阶的同时 也携手探索婚姻和生活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25 胡亦璇 马文远主演的《洋房里的猫先生》 又是一部治愈戏的小甜剧 相信该剧不仅能让大家磕到糖 还能温暖你的内心 《洋房里的猫先生》 改编自应养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天才漫画家齐成 和人气美食博主池志涵 两人相遇后 在契约爱情里相互扶持 相互治愈的暖心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26 几凌晨 贺南主演的《恋爱麻烦但是甜》 默契大考验提问开始 两个人是谁先动心 恋爱麻烦但是甜 该剧是一个高冷作家 爱上打工妹的设定 改编自《闲谈落花》的小说 经常找我麻烦的男神 主要讲述了推理小说家霍云雅 因创作瓶颈而到事务所实习 遇到了超级打工人聂柔朱后 两人开启了一段 麻烦不断但甜蜜爆笑的恋爱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20期 邢昭林 卢杨洋主演的《我的差评女友》 这是继《我的野蛮女友》 《我的早更女友》 以及《我的女友是机器人之后的 第四部《我的女友》系列作品 这次将摆脱传统的 霸道甜宠蜜恋模式 看看这两个性格迥异 却被彼此吸引的年轻人 是如何擦出火花的 《我的差评女友》 主要讲述了 把差评视为宣泄手段的女孩毅然 得到了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体验机会 然而她碰上了完美主义的酒店经理 肖木成 最终在毅然颠覆悲观主义 差评小姐的标签后 两人也收获了亲情友情 以及爱情的励志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28 梁杰 郭俊晨主演的纵然 这是一部有着时空交汇元素的 都市爱情剧 剧本也是非常新颖的 主打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恋 主要讲述了深情寡言的认战 和古灵精怪的巫秀 两人纵隔十年 展开了一段错位的跨时空恋旅 在命运交错中依靠爱的力量 最终相互救赎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29 杨彩玉 侯明浩主演的少年巴比伦 这是一部能让你重温90年代青春的热血剧 故事以90年代东南沿海小城浮城为背景 主要讲述了一群在时代列车上追赶青春的少年 他们完成了平凡又不平凡的成长蛻变 率性地追求爱情 友情 以及梦想与成长的青春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30 宋倩 周虞明主演的另一种篮 我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恋爱脑 你明知道疾风跟我合作才能创造最大的利益不是吗 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 我不介绍 我不介绍 这种题材的剧也是非常罕见 它将非移文化元素和返乡创业元素相融合 并主打一个温暖治愈的爱情故事 另一种篮主要讲述了宋倩饰演的北漂陈小满 因失业而重回家乡景德镇 然而与之前的上司科技再次相遇 于是两人并肩前行共同创业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31 赵志伟 卢杨阳主演的步步倾心 该剧是一个刺猬千金爱上冷面总裁的设定 从剧照上看 男女主也是挺有CP感的 剧情主要讲述了假面总裁陆岑阳 遇上了刺猬千金 不然 当猎人爱上猎物 恨以化作绕纸柔 两人将上演一场步步倾心的情缘之战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32 江珍宇 谷子成主演的 我将喜欢告诉了风 该剧最大的亮点是 人设十分讨喜 女主是赛场上无惧无畏的女汉子 生活中却是可言可甜的软妹子 而男主是赛场上理智沉稳的竞技男神 生活中是冷面毒舌的傲娇男友 这两人碰撞出的火花一定很精彩 我将喜欢告诉了风 主要讲述了灵格被聂持引荐 而进入了体校 随后展开了短道速滑职业生涯 在训练生活中两人产生情愫 共同经历了一些遭遇后 最终携手登上国际赛场的青春成长故事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33 周杰琼 葛秋谷主演的爱的元宇宙 该剧的剧情还是非常新颖的 融入了超创新电竞游戏 奇幻玛丽苏 以及爆笑喜剧的元素 反穿越 双时空 也是打破了常规甜宠剧的套路 爱的元宇宙主要讲述了 元气中二的女游戏设计师宋玲玲 意外触电被游戏中满汉附身 然而为了封印游戏中的满汉 甲方霸总萧然 不得不与女设计师展开欢喜冤嫁的同居生活 即将开播的甜宠剧34 李云锐 徐若涵主演的竹马天将都是你 这部剧的原著小说非常火肉 只可惜男女主的人气不高 不过凭借该剧走红也是说不定的 毕竟男女主的颜值小编很认可 就看这部小甜剧能给大家磕到多少糖 值得拭目以待 竹马天将都是你 主要讲述了沈兴若转学 并记住在爸爸好友家中 然而他与陆星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又在同一个班上课 从一开始的互不顺言 再到健身情素的青春爱情故事 好了小伙伴们 这么多不甜宠剧一定能甜到你心里吧 以上至少有八部小编 我非常期待 你最期待哪几部呢 整理素材不易 喜欢月亮说 请记得点赞订阅哦